请李展官放心 不灭日寇 自当拼死僵差 俄功之欲之恩 自终永智难忘 老弟 不计前嫌 以中华民族存亡大计为重 这种豁大的气度 得灵十分配 现在国难当头山河破碎 一切私扯救援就不提他了 这是中国杂牌军的正名之战 西北军章字中 旁比军部 正面迎战日军号称最优秀的 刚军百元师团 作为日军十七支长射师团之一 这个第五师团参加过新口战役 攻陷太原等战斗 曾在1937年底一路击溃 三十多个中国师 就是这样一支日军精锐 三战淋漪 却三次被西北军击退 被打死打伤的日寇高达六千元 这场长达五十多天的淋漪保留 西北军将士用无数生命 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 更是奠定了台尔庄大军的基础 鼓舞了全国各抗日战场及部队的士气 1937年12月 日军攻陷南京后 为达成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论 调集24万重兵 进攻连接华北华中的淑女 徐州在顺势南下 一举攻破武汉 重庆彻底消灭中国抗战有声力量 中国六十万大军紧急迎战 1938年2月 日军第五师团约两万人 从青岛出发一路势如破址 第五师团形成前行攻势 攻破徐州门户台尔庄 日军第十师团 在腾县遭到王明璋不顽强抵抗 而另一路日军版源第五师团直扑林一 林一是齐鲁金侯徐怀所愿 去台尔庄九十公里 是徐州东北的屏障 林一一旦失职 日军则可沿青岛近抵台尔庄和徐州 林一的战略位置置为重量 第五战区司令长管理工人经过深思属力 将林一防务交给唐炳勋第三军团担任 进攻林一的第五师团 其师团长就是发动九一八事变 主谋之一的板元征四郎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就把板元征四郎 与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位组 石元玩耳 称为石元的智 板元的胆 这也说明了板元征四郎 胆大妄为的战争旁人情形 这是日军关于第五师团的名字 自终日开战以来 征战各地 是一支精锐部队 也是日军极为宝贵的机械化部队 配有大量机动车 陆军重装备的坦克 大炮 海击炮等等 因为装备大量重武器 加上机械化行军速度十分快 第五师团被列为 日本十七支长射师团之一 也就是所谓战力强悍的甲种师团 日军当年有长射和特射两种师团 特射师团是指预备和后备一 长备就是现役兵团 而进攻台而装的都是长射师团 是日军精锐部队 再看守卫01的第三军统 是国军序列中地地道道的搭牌军 虽然号称一个军团 可实际上只有一个军 一个军也只有一个是两个人 总共才一万三千人 军团长则是以保存实力文明的庞炳薰 庞炳薰出生河北形态 早年做小本生一起家 后来在军阀混战中不断壮大 当时中国像庞炳薰这样的军阀 大大小小的流 当年的这些军阀武装 其实没有太多国家民族的概念 大多是为了生活而战 军阀把部队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 而军阀部队中的士兵 也只认梁氏和长官 而庞炳薰这个人说他是英雄 但他有误底 据李宗人回忆 民国十九年 蒋逢眼里中原大战时 庞炳薰和张自忠都是冯玉贤的部署 彼此如兄如弟 但在冯玉贤局五共失子 庞炳薰被校长收莫 不但倒戈反抗 而且还偷袭了张自忠事故 张自忠差点遭遇不刻 所以张认为庞不仁 两人自此结下仇恨 要知道同属西北军的张自忠 为人谦卑 重情重义 可张自忠说 我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 唯独不愿与庞炳薰在同一战场 庞炳薰不源于博明第三军 是第三军中生存最久的父母 能在数十年夹缝中生存而住 离不开庞炳薰左右逢源的生存本领 就是这么一个人 面对两万多日军精锐来犯 庞炳薰不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 都远落后于日军 他墙头草的本性会在线吗 有的高层更是担心 庞炳薰会不会像韩富军一样不战而逃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次李宗仁大胆启用庞炳薰 令他心怀之欲之恩 加上亲眼目睹日军的残暴 庞炳薰决定用这把59岁的老补 与日军拼死一战 1938年3月3日 日军第五师团在飞机的掩护下 向临沪东北的汤头镇发起进攻 其实就连日军也没想到 当时庞炳薰的军团部 就在汤头不远的零一北脚 按照当年的军事条例 指挥部应该在战场十几公里来 但庞炳薰硬是把指挥部驻扎在火线上 在激烈的炮火声中 庞炳薰指挥一万三千名士兵顽强抵抗日军 因为体量不暇 能与士兵共干肝肝 尽管在数十年同事操歌的内战中 庞炳薰依旧带出了意志 长官与士兵同生死的杂牌军 很快日军沿着一河逼近零一城 三月四日傍晚汤头镇失势 日军向前推进五公里 直逼第三军团的太平阵地 如果守不住太平 日军将直抵零一城下 危急关头庞炳薰下令主动出击 夜晚偷袭日军 日军也没想到处于劣势的中国军队 竟敢主动进攻 由于夜晚日军重武器施展不开 加上西北军以近战为民 在触付机防的情况下 日军刚建立的防线被枯过 一夜激战 第三军团将日军逼回汤头镇底 一支精锐却被杂牌军打退五公里 这让日军觉得颜面死定 三月十日 日军第五师团两万多人 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 再次向林立进攻 第三军团的五个团依靠城墙死神 一时间伤亡惨状 一半就站起来 我们那个军 一半呢 最后没办法 两个把 和是一个把 太大 在日军猛烈的炮补机 仅仅三天 就让庞炳勋苦心经营大半辈子 第三军团伤亡大半 眼看林一就要被日军突破 孩儿庄危在旦夕 李宗仁决定调五十九军 张刺中部增远 同为西北军的五十九军满边有三万人 而且五十九军在一个月前 在淮河北岸阻击日军第十三式 形成终日两军对峙的局 作战相当勇猛 按理说五十九军对庞部 无疑是雪宫送他 但庞炳勋却忧虚 因为前面说过两人有 别忘了 他给我还有一枪之仇呢 眼见仇人即将全军覆没 张刺中愿意持缘吗 其实张刺中此时 有着比和庞炳勋的仇恨更甚的迟辱 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时任继察随敬公署主任的奉格远 在撤离北平田命令张刺中 接替自己的职务 并带领北平市市场 出面与侵占北平的日军斡旋 虽说后来张刺中设计回到南京 但却被当时的国人痛骂为悍 而李宗仁深知张刺中在北平的举动 是形势所迫的缓兵之计 但又无法向外界解释清楚 你对张刺中的看法如何 我在南京时 就听到不少人替他报告评 说他就任北平市长 是奉了宋哲元的命令 如果不是他出面与日本人周旋 二十九军十几万人马 怎么会安全撤走呢 他不过是待人受惑罢了 当灵异危急时 李宗仁找到张刺中 希望他以国家为主 受点委屈 捐弃个人浅显 张刺中听后立马回答 绝对服从命令 请长官放心 救援一个差点害了自己性命的仇物 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 但张将军义不容辞 率部昼夜救援旁比军部 正乃国家大意 李长官 如果信得过我张刺中 正义林仪 可否由我五十九军来担任 靳晨 你 如果你能去 那太好了 说实在的 我是怕强人所难 因为我知道 你和老庞之间 有点 现在国难当头 山河破碎 一切私扯救援 就不提他了 老弟 不尽前嫌 以中华民族存亡大计为重 这种豁大的气度 得灵十分配 那么五十九军能够顺利解冥之位吗 报告师团 即将在临义战场上 和我们较量的支纳军队将 是张刺中 民修党 一员民将 真正的对手 是张刺中